政治焦点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非常的忙碌 今天一大早六点钟呢 他就跟郭坦斌来到了新竹城隍庙祭拜 那么下午呢又赶赴台北市议会报告备巡 那么现在呢身兼民众党党主席的身份 也成为了议会直询的焦点 来日立委同声批评柯文哲滥用事故资源养党功 要求党务人员必须要立刻请辞 另外呢又议员抢搭时事话题 送月饼给柯P 但这里头的字条呢 跟早上郭坦斌送的这个月饼里头的祝福 为国为民莫忘初衷呢 是把它改成了为党为私 愧对初衷 奉刺意味可以说呢是十足 另外呢就是柯黑大将王世坚 则是送上了一副刀叉 提醒柯文哲不要吃人够够 但是呢只见王世坚呢 一边拿着刀叉 一边一步一步地走向柯文哲 让现场的人看到这个画面 都吓了一大跳啊 让议长赶快跳出来出声制止 你不要用刀叉吃人肉 王世坚拿着刀叉 步步走向柯文哲 这场面似曾相识 市长啊 请你不用送出来 请你 请那个东西有危险性 你不要用刀叉吃人肉 议长连忙出声阻止 但王世坚怎么样都要亲自将大礼 送到柯文哲面前 柯文哲的礼物收不完 除了餐具 议员纷纷强搭食事梗送上月饼 但纸条内容超讽刺 你把那16个字拿起来念一下 敬陪莫座 专心市政 回归正道市民之府 柯文哲总党后 收入到议会被询 党主席身份成为炮火焦点 除了被质疑公费党用 市府人员身兼党务 也引发批评 该请假的一定会请假的 那我也跟他们讲说 如果在时间上不能处理 那该死的要吃 不过咨询过程也有意外插曲 民党议员李建昌 讽刺蓝营议员 遭虑感十足 还说没有韩国瑜 台湾不会这么乱 双方唇枪舌战 你们国分党的敌人 在吴敦律跟韩国瑜 不是关我X事 因为你刚好在我X5后面 难怪柯文哲他要说 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务 是轮不到你来说 柯文哲笑看议员 互骂斗嘴得到喘息空间 但自己也逃不了被追问 送给韩国瑜一句话 可疲有语出惊人 势必引发更大风波 寻战倒数议会火爆场面 恐怕肘肘上眼 就看他怎么应对 这台北综合报道